工作人員在建築工地 忙進忙出趕工 周圍住宅建案多 有著各式各樣的新房 這裡是台中市的北屯區 大樓社區越來越多 但真的有人住嗎 它的交屋速度還滿快的 因為就是馬路邊這樣路過去 五六層左右會亮 其實在那邊晚上燈火 是沒有市區來得多 然後感覺住戶也沒有很多 民眾大部分都說 這裡房子賣得快 不過已到晚上 這裡大樓開等住家 比起其他地方戶數 確實少很多 根據內建部資料統計 台中市一百一十一年 前三名地用店使用住宅宅數 有北屯區的一萬七百五十三戶 比起去年多了一千六百九十五戶 西屯區則是有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戶 比起去年多了一千八百零四戶 在西區則是六千四百三十戶 多了一千四百二十三戶 通通都超過一千四百戶以上 成了空房多的象徵 如果用低用電來去判斷的話 其實是一個蠻好判斷空房子的 很好的指標 那西屯區的話 有個很成熟的商圈 就是七期重劃區 是很多的富豪 喜歡收藏房地產的地方 投資客買賣房地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 他能不能下一手好戒掉 所以西屯 北屯跟西區都是目前台中市區裡面最好接盤的這個區域 房中業者說這三區裡西屯區涵蓋七期重劃區 而北屯區境中科七四快速道路 也有重劃區再來西區 有市政府請美律元道生活機能好 都成了投資客的主要目標 買賣房地產的遺轉量來來算的話 至少漲百分之三十趴以上 投資案件這三個區域的話 比起一百零五年之前的話增長一成以上 現在北屯西屯和西區從地用電使用宅數比率 得知空污率大增 房中業者也預測五年內空污率都不會有太大變化 華西雲林是紅年會台中報導